我们打开选项,点击左下角的房间,再点击谁是内鬼,点击房间筛选,打开身份模板 听听听,看到这了不要忘记点赞,订阅球捷哦嘿嘿,再送你们一个么么哒,嗯,妈 选择双面间谍,就可以随机进入双面间谍模式啦,当然,想要自己开房间的也可以,来到活动,也能领取三张房间卡,是免费的哦,绝对是学生党福利 行动开始 是双面间谍,二话不说,先去假装做任务 做任务冲 别下去,别下去,八号在下面,八号在下面 八号完 来呀来呀,还想拍我,拍不着,难不难受 兄弟们,我看见三号和六号面刀 啥也不用说,先票六,然后再票三 如果他们不是的话,就可以票我,谢谢 6号拜拜了你 3号拜拜了你 那鬼技能已激活 如果没投错的话就剩一个间谍了 如果投错的话就剩一鬼 哇 五有锅了 能拍人了呢 先找个机会 一个一个拍 机会来了 我有枪了 我也有了 我也有了 我想打桃子 错过凉机了 哎 哦 八糟了 但是 哎呦 烦死了 哎 你的身份是 仙女 老规矩 假装做任务 让你们不去做任务 一会让你们好看 打完人就跑 你们大厅几个人就被黑锅吧 神不知鬼不觉哈哈 五号差点就被锅了 算了算了 还是我这个仙女帮你们做任务吧 怕一会你们输得太难看了 哎呀 又来了一个 那么着急送人头的呀 别跑呀 和平人 你给我回来 给你体验一下我平底锅的威力 哈哈哈哈 我的天 原来是自己人 那么他就是间谍了呀 没事没事不慌 不拍你我去拍别人 发现盒子 开始发言 哎我拍不着你 难道不能投你出去吗 就是玩儿 秋季好伤你更坏哦 可以把双面间谍投了 哪哟哪哟 我这不就是看双面间谍辛苦吗 毕竟我有包包可以带他赢呀 哈哈哈哈 这不就轻轻松松就赢了吗 这个双面间谍真的没啥哟 那我只是纯粹娱乐 大家就不要把双面间谍给票了 毕竟呢 三个内鬼跟七个特种病是特别容易赢的 你看你这baby的样子 怎么能像立东呢 立东那么强大 你怎么那么baby 哈哈哈 天大的 我不管你 土豪也出不去哦 不过土豪也出不去哦 我都睡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